我那时候就还奔驰五六六 刚刚有 那是多少钱一辆 七八万美金 那时候你财富基据最高 可不可以透露 九一年左右 我在做外汇的仓面里边有1300万美金 你想在西单寸土寸军的地方 我开了一个将近1000米的一个店 一天卖现金50万到60万 30年前就身家过亿的李承如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为何会如此有钱呢 李承如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 他们家人定兴旺 共有11个兄弟姐妹 父亲虽然经商 但生意赚到的钱 基本都用来养家糊口了 一家人也就能填饱肚子而已 可天又不测风云 在李承如还小的时候 顶梁珠父亲因为一些意外不幸去世了 只留下了没有经济来源的母亲和一群孩子 让本来就不怎么富裕的家庭 瞬间蒙上了一层寒霜 吃不饱穿不暖 这对于幼时的李承如来说都是常事 甚至有些时候 他们一家老小孩要出门去挖野菜充饥 为了减少家庭的负担 李承如16岁时就跑到一个服装厂 去当车间工人了 他不愿意看着母亲为了生计 而每天疲于奔命 所以把薪水中的大部分都交给了母亲保管 但工厂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 让李承如倍感无惧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接触到了工厂里的话剧表演 小时候就学过京剧的他 瞬间就被丰富精彩的舞台剧吸引住了 渐渐的李承如开始对表演有了很大的兴趣 还报名参加了工人话剧表演 可对于那时的李承如来说 这些不能赚钱的兴趣爱好毫无作用 他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赚钱贴补家用 不过表演的种子还是悄悄在李承如心中种下了 他想要做一名出色的演员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 26岁的他终于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业余表演班进修 开始了自己的竹梦之旅 可进入演艺圈之后他才发现 这里的生活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美好 依旧是每天重复的练习根本赚不到钱 就在李承如为自己的未来一筹莫展的时候 西游记剧组出现了 当时他毛遂自荐 想要拿下唐僧这一角色的扮演者并留在中央电视台 但现实却给了他重重的一拳 没背景没实力的李承如根本参与不到主演的竞选中 只能在剧组里打个零功 考虑再三后最终李承如决定放弃梦想 突破自己而后转身下海经商去了 因为一开始没本钱李承如只能从街边小贩做进 每天起早贪黑赚的都是辛苦钱 不过幼年的遭遇让他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 几年过后他攒下了一笔不少的资金 造宁店里面工作应该就是一件很风光的事吧 一月在我那能拿到五千多到六千 我好久一点五千 大概相当于现在一个月拿多少您觉得 两万吧 你见过五千个美女面试服装店的大场面吗 九十年代李承如拿着这些年攒下的钱 看准机会 一举在寸土寸金的北京西单 拿下了一个占地高达八百平的经营场所 取名为特别特 专做服装生意 要知道当时百货大楼的鞋帽专柜 也不过二百五十平米 这个商场在当时的名号可不简单 他号称是全北京第一家服装自选商场 特别特是北京第一个自选市 就在豪华闹市 在西单 自选的这么一个服装店 李承如还专门在北京晚报上攀登广告 要在全北京范围内海选最漂亮的姑娘当导购小姐 每个月平均五千块 用李承如自己的话来讲 我们就是最特别的 一连串的消息放出后 前前后后共有五千多名美女前来应聘 里三层外三层 把李承如的商场围了个水泄不通 连只苍蝇也挤不进去 毫不夸张的说 当时的选拔现场堪比香港小姐选美大赛 李承如看着眼前几千名粉黛加厉 眼睛都看花了 尽管如此 李承如的要求还是十分严格 从身材相貌气质等方面 必须按照选空姐的标准来招聘 甚至还要更严格 最终留下了110个人 可为什么是这个数呢 因为这个数极烈 能保平安 生意人最信这个 最终经过层层选拔 留下了这110名加厉 进入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 从神态 画术 表情等各个方面 李承如都制定了完整的计划 然后我又招来那么 那么多条件比较优秀的 女孩子 然后又集训 培训三个月 这来七千个 你们不得蒙了呀 一下划来那么多人 三个月后商场正式开业 李承如花重金为这些导购定制一套制服 要他们穿着这些特制的服装 走上街头做模特 每天上班都得穿着这身衣服 在人群穿流不细的西单大街上走一圈 这些精凿细选过后的美女们 走路整齐划衣 走路摇曳生姿 在路上回头率极高 许多人都驻足观看 110人要排队 在这个西单大街上走 那回头率太高了 我每天早上起来 还有30个小姐在门口迎接客人 再加上模特们身上穿着的特制制服 许多人都对这个新开的商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许多人在街上看到后 都会不自觉的跟着这些穿着制服的美女们 来到李承如的服装自选店 刚到门口就发现 两边站着几十个迎宾小姐 用甜美的笑容和温柔的声音一起喊着 欢迎光临 初次遇到这种场面的客户都会吓一跳 这么隆重的仪式每个人都能享受到 其实这一切都是李承如的经营手段 他为的就是能在短时间内聚集起大量人气 把自己的品牌塑造成一个轰动全程的爆炸新闻 让人们自己走进自己的服装店 事实证明李承如确实是一个经商天才 就这样特别特服装商场迅速火遍了整座北京城 仅仅半年它的营业额就达到了五十多万元 据说每天光一个品种的衣服就能卖出去一百多件 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要知道九十年代的五十万可不是个小数目 何况这还是每天的营业额 用日进抖金这个词来形容他并不为过 广州上海福建等全国各地的衣服鞋子 都能在他的商场里找到 李承如不断在全国各地进货 当年的昆山生产的一种草边凉鞋 在他的商场就卖出去了上千万双 除此之外李承如还大搞特搞联名款 现在的什么明星铜款都是他当年玩剩下的那时候日剧血仪风靡亚洲 李承如立刻找设计师做了男主角的铜款衣服 推出的瞬间便被人抢购一空 仅一件封衣的利润就高达七八百万 这种迅速的财富积累让李承如嗅到了致富的秘诀 于是他决定抽出一部分资金投资到其他生意上 比如酒店桑拿洗浴股丸他还加入了导爷的队伍中 靠着服装生意投资产业等一系列操作 李承如的存款数额不断飙升 最终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数字 一千三百万美金 赔多少啊这点 全军覆没 当时坐在那个机器前 就觉得从厚薄梗子 发凉 到这个尾巴谷 一股凉气 刷就下来了 全完 第二天开始掉头发 就开始掉了哈 90年代坐拥上亿身家的李承如被称为京城四里之一 也就是当时北京最有钱的四个人之一 那时他开着奔驰560宝马320 穿着几万块一身的进口西装 打着一万多块钱一根的领带 每天出入高级场所 而那个时候的大导演冯小刚还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呢 不仅如此李承如后来自己爆料说他在北京故宫旁边有一套四合院 每次放风筝的时候风筝总会挂在故宫城楼的脚上 他还在院子里种了五百棵樱桃树 所以可想而知他这个家得有多大 其价值也是难以预估的 1991年有了充足的资产后 财大寄粗的李承如决定进入外汇市场 结果没两年他就赔了个血本乌龟 上千万美金都没了只留下了一些房产 破产后的他心情十分压抑 于是去找老同学赵宝刚聊天 此时的赵宝刚已经做起了导演 见到李承如后便劝他重新做演员 回到家后的李承如思来想去 最终决定再次重拾演艺事业 踏踏实实演戏 他出演的第一部剧 就是好友赵宝刚导演的编辑部的故事 在其中客串了一个商人 由于自己曾经经商 李承如把这个小角演的入目三分 十分到位 就连冯小刚看了之后也连连赞叹 后来他出演了许多影视作品 也收获了一批喜爱他的观众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李承如 也不再去想着一夜暴富 而是将自己的全部经历 放到了演艺事业上 如今许多年已经过去了 李承如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事业 现在的李承如已经接近67岁了 经历过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他也变得过大通透 他说自己还是想要继续挑战 但不再追名逐利 而是为了寻求内心的平静 据他本人透露 未来的他想要去做导演或者作家 将自己的一生记录起来 现在的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富豪 而是一位渐渐退出演艺圈的老艺术家 我们也衷心祝愿他的晚年生活 能够顺遂平安